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PID 控制器 那在讲 PID 控制器之前呢 我们要先知道说 它其实是由三个东西所组成的 那当然一个就是 P 一个就是 I 一个就是 D 它是由三个做组成的 那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 P 来开始介绍起 那当我们在讲控制器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一个最基础的认知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简单的控制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想要达到的目标呢 例如说像我们如果现在是在控制温度的话 那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热水器的目标呢 是 60 度 那我们就把它目标的设置在一个 60 度C 这样子 那又例如说像我们现在呢 是车子的定速导定速巡航 那我们就希望说车子的时速定在时速 100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控制器呢 就要想办法把我们的车子的速度 把它靠近 100 这样子 那有了一个目标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目标值 那有目标值呢 当然就会有我们自己的现在的这个数值 也就是目前的当前数值这样子 那这边呢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假设我们车子呢 要从交流道去上高速公路 那我们的车子呢 现在的时速呢 是 30 公里 那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 时速呢是 100 公里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 我们距离我们这个时速 100 公里呢 还差了 70 公里 所以这时候你会怎样 你就会大脚油门的给它踩下去 让我们的车子啊 快点加速到 100 不然在高速公路上啊 时速 30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那当你的大脚油门踩下去之后呢 车子就开始加速加速加速 那加速到现在时速已经 90 的时候 这时候会怎样 那这时候你的脚呢 就会缩起来 然后就会慢慢的把油门给放开 让我们的车子的加速度啊 就会减少下来 因为我们的时速已经靠近 100 公里了 不需要再加那么多的油门了 ok 那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张图表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当我们距离我们这个目标很远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力的给它踩下去 当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很近的时候呢 我们就慢慢的怎样放开油门 让油门变小这样子 那 例如说像我们的目标是 100 公里 那我们目前是 30 公里 那你现在距离你的目标还有几公里呢 就是 70 公里 那这 70 公里怎么来的 是不是就是 100 去减掉 30 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 100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 90 公里了 那我们还差距我们的目标几公里呢 那是不是就是 10 公里 ok 那当我们说到差距还多少距离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指一个减法 一个很简单的减法就可以算出 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样子 ok 那 可是当我们在发现控制系统通常很好玩的是 我们的输入跟输出呢 通常都不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车子啊 我们的目标呢 输出呢是 啊 10 数 公里 但是呢 我们的输入是什么 我们的输入呢是脚踏 脚踏板 那假设我们的脚踏板 因为他没有单位嘛 那我们假设给他一个单位好了 就是我们脚踏板的范围呢是 0 到 10 那你就会发现 可是你的输出的这个距离呢是 0 到 100 公里啦 可是我们的脚踏板呢他能够输入的范围是 0 到 10 这好 刚啊 这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不可能直接就这样套进来 然后如果说你的踏板是 0 到 10 但是呢你的差距呢就是起死直接给他加上去的话 大概测试就飞到月球上面去了 所以呢这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差距啊 把这个差距呢要把它换算到我们这一个脚踏板的这一个 踩踏的范围的话呢 通常我们需要给他乘以一个比例 就是假设我们这个比例啊很简单的 就假设是0.1好了 那你就会发现呢我们这个710乘以0.1之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7嘛 他们这个10乘以0.1之后就会得到一个1 刚还蛮蛮符合这个范围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比例的原则 就是说当我差距多的时候呢 我脚踏范围呢就大一点 当我差距小的时候呢脚踏范围就小一点 哎哎哎呀蛮简单的吧对不对 这就是比例控制器就就就很简单 一个减法然后一个乘法就就做完了 这就是一个比例控制器 那在写程式呢也很简单的 那像我们在写一个PID的一个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是一个副程式嘛 那一个副程式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先计算 我们先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多远 那就是我刚刚说一个减法嘛 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 剪掉我现在的这个数值 我们通常就把它称作一个误差 那误差呢去称一个比例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输出 那这个输出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要去踩踩踩 通常呢就是这样子呢就是一个 PID控制器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基础框架 那这里呢我有做一个很简单的网页的一个动态的程式 那你们只要扫这个QR Code呢就可以玩到这一支程式 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用网页来做这些程式 因为我希望说你们不是只有来看影片 你们也可以跟着互动一起来玩 你就会发现这很好玩 那这边呢我们就会看到说 我们老师呢这边设立一个 比例控制器是2.0 你们看到左下角这边有一个2.0 然后呢我这一个红色的这个数值呢 代表是我的目标 然后目标是60 那这个蓝色的呢就是我现在当前的这个位置 我现在称他就说实际值 也就是当前的数值 那你就我们就跑一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哎他一开始呢就慢慢慢慢的追上来 但是又下来了又上去了又下来了 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稳定之后呢 就会发现他不会跑到我们的目标50 他会停在35那边就固定下来了 你就会发现我的车子的时数呢 永远都不会到达100公里 而是会稳定在一个比100还要低的的数值 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我们就称他为稳态误差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I控制器啊 就会发发挥他的功能 就是把所有过去的错误呢把它累加起来 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这个错误啊 时间只要一久了 这个这个数值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一直变大到他 足以去影响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就慢慢的帮我们踩踏油门 那例如说呢 我们的刚刚的程式的批控制器是这样子嘛 然后呢 我们就是积分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误差 一直累加起来 这个加等于就是一直加的意思 就是积分等于积分加误差 那写程式的时候也就会写加等于 就是积分等于积分加误差 那因为他是跟时间相关的 所以通常我们会再称一个时间间隔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积分的结果啊 把它加到我们的输出里面来 误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积分他就会慢慢的变大 慢慢的变大 因为这个毁圈会一直进来嘛 所以这个数值就慢慢变大 变大之后呢 我们这边呢就开始慢慢有力量了 有力量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脚踏板就会再再多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加入I 之后的效果 这边我们的I 把它加到0.1 那你就会我们重来我们重来 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P在晃了几下之后呢 它的I 它就慢慢的就靠近到50了 但是它在最后的地方呢 还是怎样慢慢慢慢慢慢的再靠上来 那我们看它多久的时候呢 它才会完成我们的目标50 OK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85秒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整整花了85秒的时间呢 在我们的这个P跟这个I的这个控制器呢 它在85秒的时候呢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50 那老实说那我们的I可以大一点吗 让它速度可以快一点 那当然可以 我们把它调到0.3好了 那我们把它重来一次来 你就会发现呢 它就它在追上来的速度呢 就快很多了 我们现在大概在30秒的位置 大概40秒的位置 它就已经抓到50了 那就是说老师这效果很好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I控制器 干脆给它调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值 这样不是就很棒了吗 它就很快很快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数值了 那我们看看会不会是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 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当我们的I有点大的时候呢 因为它就是会一直累算一些错误 然后它就会开始怎样 开始就会震荡起来了 反而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反而这个I控制器太大的时候 它就会震荡起来了 OK那这些数值怎么调呢 我们现在还先不讲 我们现在来继续往下 OK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老师 这个P控制器呢 跟I控制器加上去之后啊 就会发现有很多晃来晃去的效果 很难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这个D控制器呢 它就是要来消除这些震荡的 我把这边念一次的 误差的改变呢 代表短时间之内趋势的改变 我误判了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所以我帮你撒了车 我知道有点选 但其实呢 这只是这一次的误差 减去上一次的误差 那D控制器呢 它的写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一次的误差 减掉上一次的误差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微分的 就是一个微分控制器的 这个主要项目 那是因为它跟时间相关嘛 所以我们把它处理时间 因为有一些那个CPU比较快 进来的次数就会比较多 有些CPU比较慢 然后进来次数比较少 不然它进来比较快啊 就算的比较多 进来比较慢就算的比较少 不行 你要把这个时间把它给加进去 这样子才不会因为 你这个CPU的快跟慢 或者是系统的 系统的繁忙 或系统的比较宽松的时候 你这个时间间隔呢 是每次进来的时间不一样 就导致这个计算是有误差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时间 把它给考量进来 所以其实微分的很简单 就是把这一次的误差 卷掉上一次的误差 那你说老师上一次的误差在哪里啊 那我们先把这一项先加进来 然后微分真一 去成立一个微分的数值 去成立微分的这个真一 然后我们再把上一次的误差 就是这一次的误差 把它储存到上一次的误差 等它下一次进来的时候 就变成上一次的误差 OK 很简单 OK 那我们就是从头来 那我们这边 给它加入一点i控制器 我们给它加入一点d 你就会发现 它的震荡就变小了 好棒 它的震荡就变小了 而且它也就蛮快的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数值了 这样子 那这里呢 老师就要介绍一个概念 因为 因为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需要自己去玩一下 这个p i d 到底怎样子 你才能够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呢 你只要点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目标值就会做改变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上上下下 让它晃来晃去的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这一个蓝色的 就是它就一直去追我们的目标 那就可以调到一个比较好的数值 或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数值 那例如说像我们的低控制器 我们这些i控制器调很大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就震荡 就在那边乱震乱震这样子 有没有乱震乱震这样子 就这样就是调的比较不好这样子 那怎样才能够当 怎么样才能知道是调的好 怎样才是调的不好呢 好 那这里呢 老师就要介绍一个概念 因为 然后在这里老师就要介绍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模拟 什么叫做模拟呢 OK好 那通常就是我们在调控制器的时候呢 很多老师傅呢都会跟你说 你需要先调P控制器 调完之后呢去调i控制器 之后去调低控制器之类的 老师说我没有一直很想去 就是调控制器这件事情 反而变得好像是有一门学问的 可是在你还没有学习到 怎么去调整一个控制器的时候 这些数值对你来说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那我怎么样让你很快对这些数值有感觉呢 那接下来老师就要讲模拟 你就会发现 我们每次当我调一个数值的时候 我就需要把它重来 而且要经过十几秒的时间呢 我才能够知道这个数值好不好 然后呢 我再调整 然后我再重来 然后呢 我再调整 然后我再重来 模拟呢 就是天上一天 然后人间一年 那你只是花了一秒钟的时间呢 就可以模拟一整个过程 OK 每次当我调一个数值的时候 我就需要把它重来 而且要经过十几秒的时间呢 我才能够知道这个数值好不好 然后呢 我再调整 然后我再重来 然后呢 我再调整 然后我再重来 那你就会发现 你每调一个数值呢 就要经过十几秒 二十几秒 三十几秒 像刚刚呢 就要经过八十几秒 才能够看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可不可以 我一秒钟就看到结果 可以 那老师这边呢 就有做一个快速模拟前十秒 也就是说呢 这里呢 你每调一个数值呢 他马上就模拟前十秒的结果 来给你看 所以呢 你马上就能够感受到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例如说像我的P工资器 在做调整的时候 有没有 当我P工资器在做调整的时候 OK 好 一开始呢 那我们先把全部都把它归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控制器 对我们系统的影响是怎样子 你会发现 当我们的这个P呢 一开始往上调整的时候呢 好 我们很快的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的这个数值 例如说你看 没有 本来本来是大概要在 本来大概是要在3.5秒的时候才碰到这个数值 对不对啊 但是当我在往上调的时候 他可以大概在2秒的时候呢 就接近这个数值了 但是当我在往上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办法再往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一个输出呢 是有一个上限的 就好像我们是100匹马力的车子 我不可能在5秒钟之内就时速达到100 我一定是大概要在10秒钟 20秒的时候才能达到时速100嘛 那这个调整呢 会是一个极限的 所以有些老师傅会跟你说 你就先调到一个极限 一个 你觉得他不能再往上的一个速度的时候 OK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它模拟前30秒呢 你就会发现啊 他的数值呢 并不会达到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他会有一个稳态误差嘛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他给他一点i 给他一点点i 你会发现 给他一点i的时候呢 他就会慢慢的就 靠近到我们的数值了 然后这个i呢 不要给太大 给太大的时候 就会发现后面呢 他就会震荡起来 对不对啊 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收敛了 他就是会一直往外的一直发散 因为这个i的数值累加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力量会很庞大 所以这个i呢 我们通常都会给的很小 但这个小呢 就是要让这个误差可以收敛 但是呢又不可以给太大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调整我们的d呢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他这样子冲过去嘛 然后再拉回来 再这样子震荡两三下才结束 结束这样子 我们说d是怎样啊 他就是会可以减少震荡 所以我们就可以加入一点d 那这样子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收敛 就收敛的很漂亮这样子 那不管我们的数值在哪里啊 他都能够收敛的蛮漂亮的 ok 那这时候呢我们再把模拟给关掉 那我们去重置这个数值 你会发现怎样啊 他就追的蛮漂亮的 ok 那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透过了模拟 你很快的就可以去知道 我们这个pid控制器啊 那他的每一个 这个控制器他的数值的目的是什么 那很快的你就可以有感觉 这个pid啊在调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子 那这里呢我也就是先带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代呢 因为都很依赖很快速的cpu 就是要去模拟出一个环境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很快速的得到一个结果 ok 好那你扫描这个qrcode啊 就可以来玩老师的这个程式 还蛮好玩的 你试着自己去调调看 还蛮有趣的 ok 好那我们的pid的控制器啊 最简单的先介绍到这边